今日说法 19年前 他三岁多 爸爸说给他买糖果去 结果一去没回 19年后 他23岁了 他想找到自己的生生父母 想问问爸爸是否还记得他 三对夫妇前来任心 有惊喜 有迟疑 莎莎的爸爸会是谁呢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莎莎找爸爸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是一份报纸的头版 配上的巨幅照片 在这个照片的下方 有一行字叫二十年了 爸爸 你还记得我吗 这是今年三月二号 山东省青岛市出版的一份报纸 报纸在帮助一个名叫莎莎的女孩 寻找她的父亲 莎莎今年大概应该是23岁了 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那么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寻找自己的父亲 她的家人究竟去了哪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发挥的调查 这位短发的女孩就是莎莎 三月十日 当我们记者赶到青岛时 当地媒体帮莎莎找爸爸的报道 有了反响 山东围方式的一对夫妇 看完报道后 觉得莎莎很像他们丢失的小女儿 当天要过来认亲 趁着围方那对夫妇还没到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莎莎的身世 莎莎身世很可怜 18年前 年仅三岁的她就被遗弃了 莎莎记得大约是在1993年年初的一个下午 她被爸爸带到了青岛市区的一条大街上 爸爸说去给她买糖果吃 让她站在街边等 结果爸爸一去再也没有转身 她往上走了 她往上走 对 她往这边走 然后我就在这边站着等 然后她就没回来 我就在这边哭 天黑了 莎莎的哭声引来了许多市民围观 在莎莎的印象中 当晚有一位好心的阿姨收留了她 第二天阿姨将她送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又把她送到了青岛市社会福利院 这块是大院子吧 对 这块下边全是院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在下边玩 在院里面玩 对 在院里面玩 平常就住在楼上 就这个楼上面呢 对 那时候建的那种老楼 那是没拆之前的那种楼 到福利院之后 莎莎被这位退步有残疾的妇女收养了 并由她养大成人 而莎莎这次之所以要寻找爸爸 就是这位养母的主意 找你的亲生父母 弄找着就弄找着 找着 找着也好 就说你知道从哪里来 所以你也知道你的根在哪里 年龄什么都在哪里 养母也是命途多舛 17年前她唯一的儿子 由于意外离开了她 10年前 丈夫患病也走了 后来家里就只有她和莎莎 养母早年从一家单位退休 每月只有几百元的退休金 为了抚养莎莎 她常年在外给人看暴摊 冬的地方特别冷吧 冬天是 这风还这么吹 当时还在青春上 两边就大风出 那边还没风出是吧 两边风出我们今天吹对吧 青岛的冬天特别冷 风也大 养母这个抱摊是一个路边摊 没遮没拦的 而养母经常是拖着残疾的腿 一待就是一整天 日子虽然辛苦而漫长 但是养母还是将莎莎拉扯大了 四年前 莎莎考上了大学 成了一个大学生 这让养母倍感欣慰 同时又多了一份担心 虽然不是亲生的母女 可两人相互依靠 风雨兼程的 感情早就超过了亲生的母女 养母今年已经64岁了 她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她想要是有一天自己离开了 莎莎在这个世界上 不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吗 已经被抛弃过一次的莎莎 还会孤单的 养母有了让莎莎 寻找亲生父亲的想法 给他们钱 你工作以后要给他们钱 我这边就不用你管了 因为我有个公司就行了 我很满次 现在 在说什么 我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那天要来认亲的 那对维方的夫妇 会是莎莎的亲生父母吗 如果是 他们当初为什么会将莎莎抛弃呢 上午11点钟 维方的那位夫妇 在一位亲戚的陪同下赶到了 这对夫妇的女儿 出生于1989年的正月初期 19年前 由于家里穷 养活不了 丈夫瞒着妻子将年仅二岁多的女儿 带到了省城济南 抛弃在了大街上 当晚妻子得知后 和丈夫又吵又闹 一定要丈夫把女儿给找回来 其实 抛弃女儿后不久 丈夫也后悔了 第二天 她又返回了济南 想找回女儿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些事 这些年一直像一座山一样 压在这对夫妇的心头 前些天 报上刊登了 莎莎找爸爸的消息后 他们眼前一亮 一位报纸上 有一张 莎莎小的时候的照片 和他们的女儿 长得太像了 不仅如此 他们的小女儿 小名也叫莎莎 而据莎莎的养母介绍 莎莎这个名字 并不是她娶的 是在福利院时 福利院的阿姨 问莎莎叫什么名字 当时三岁多的莎莎 就说她叫莎莎 这对夫妇认为 这些不可能是巧合 他们认准了 莎莎就是他们的女儿 可是一交流 还是有疑点 第一 这对夫妇 是在省城济南 将女儿抛弃的 可是莎莎说 她是在青岛市的大街上 被爸爸抛弃的 青岛跟济南 相隔有三百多公里 这事情有点说不通 这时 这对夫妇又提到了一个细节 这对夫妇说 女儿被抛弃以后 他们曾经连续寻找了多年 后来打听到 女儿可能是被济南 一位姓周的人受养了 可是他们一直 也没有找到 那位姓周的受养人 他们怀疑是不是 那位受养人 后来再一次 又将女儿抛弃了 而抛弃的地点 会不会就是在青岛呢 虽然这种可能性 并不能排除 但接下来的疑点 就更难解释了 两个门的那种房间 有个前院 对 是个小院的那种 虽然被抛弃时 莎莎只有三岁 可她对老家 还有了片段的记忆 在她的记忆中 她应当有一个 比她大三四岁的姐姐 她家的房子 是一个一进院 两扇门的结构 屋前还有一个小院 小院里有一张 小石桌什么的 姐姐经常在上面做作业 村边还有一条小河 河边长满了芦苇 夏天 她和姐姐 曾经在河里捉过鱼 可是这对夫妇家的环境 跟莎莎的记忆 并不完全相衬 你还有大公园吗 没有 这是老大 那如果是那个 什么地方就是 那她家伙们有小河吗 小河啊 小河 就是河 一点虽然无法排除 可事情毕竟发生了 有近二十年了 这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变故 谁也无法得知 大家都希望有奇迹发生 莎莎和这对夫妇 也都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他们决定做一个亲自鉴定 周一到周五 这是五个工作日 然后六七 正常的话是二十二号 才能出来结果 鉴定结果 要等十个工作日 这让莎莎和这对夫妇 在分别时 都显得有些忐忑 据莎莎说啊 那对围方的夫妇 在回去之后 心里对于莎莎 莎莎还是特别的牵挂和惦念 而且就在当天晚上 那对夫妇找来了 十几个亲朋好友 用这个网络视频的方式 和莎莎又聊了一次天 在网上这十几个亲朋好友 就在电脑前面 对莎莎进行了反复的辨认 这样的交流和沟通 一直持续到了半夜 其实刚开始在寻亲这一点上 莎莎并不主动 因为在她的内心充满了怨恨 除了被亲生父母抛弃 给幼小的心灵 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之外 她在遇见现在的养母之前 还曾被人收养过一次 而那一次差一点要了她的命 这地方握起拳头来 不是应该有骨头 这边都应该鼓起来的 然后这些都被她拆得没有了 这两个 这两个都被她拆坏了是吧 对 就那软骨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应该是吧 这个也是都没有了 这个骨头都熬下去了 莎莎说 刚到福利院不久 一位老太太就来福利院 把她领走了 可那位老太太 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她 不但如此 还每天强迫年仅三岁的她 拖地板 刷马桶 给人搓背等等 稍有不从 或者做得不好 就会被体罚 她说她的手 就是被那位老太太 用脚给踩伤的 不仅如此 老太太还经常 不让莎莎吃饱饭 没有办法 她只能自己去垃圾堆里 捡东西吃 然后饿了就捡着吃 什么时候吃饱了 开心了 吃完了我就再上来 有时候 上到楼梯的时候 会遇到别人 就是吃那种靠底瓜 她不是把皮扒下来吗 就扔了 扔了之后 就会捡他们那个皮 到了后来 那位老太太不符合 收养条件 无法给莎莎上户口 就干脆 把她捣手 给了一位渔民 而那位渔民 没过多久 又将莎莎 捣给了另外的一个渔民 最后不知捣手了多少次 没有人要了 莎莎 只有在街头流浪了 我就在马路上流打 在马路上捡东西吃 就开始流浪 这样的流浪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有一天 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莎莎晕倒在了街头 等她醒来时 她再一次被人 送回了青岛市社会福利院 而此时 已经是两年后的1995年了 幸运的是 这次她遇到了现在的羊母 以后告诉我 她摆了好几架子 流浪到哪儿来了 她又回到哪儿来了 身上我都得给她洗澡 慢慢使个这个油 给她往下夸皮肤来 就夸夸夸 夸出皮肤来说 洗了多少次才见到皮肤 养母十分同情莎莎的遭遇 给了莎莎全部的爱 莎莎认为 亲生父母的抛弃 让自己受尽了磨难 而养母则用无私的爱 将自己培养成了一名大学生 现在自己长大了 没有必要再去找曾经 放弃过自己的那对亲生父母 但是养母却很坚持 刚开始 莎莎是怕伤了母亲的心 才开始配合寻亲的 但是随着寻亲的进行 特别是维方之队夫妇 对丢失的那个女儿的牵挂和寻找 让莎莎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然后我当时心里边就觉得 这矛盾的 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因为我以前恨他们 是觉得他们从来不会找我 我找他们我会觉得委屈 但是我听过他们找过我 或者假设那个人就是我爸爸 找过我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很在乎他们找不找我 很在乎他们在不在乎我 当时就坚定了信心 好 就这次 就这么找 找下去 说不定能找到 有了这些变化后 莎莎也急于想找到亲生父母了 她希望有一个令她释怀的答案 可是茫茫人海怎么长呢 在见到维方这对夫妇前 莎莎和媒体的记者 曾经去过莎莎当年待过的 青岛社会福利院 因为福利院里 可能存有莎莎被遗弃时 最原始的资料 原始档案里应当有些线索 福利院认为 莎莎的个人档案是隐私 没有让记者跟踪拍摄 档案只是给了莎莎一个人看了 看完后 莎莎给大家带来的是失望 档案里边写的就是 93年的时候 4月3号下午5点的时候 一个群众没说男女 然后在马路上 在中山路 一个渡边 看见我在那哭 莎莎说 档案里没有更多的线索 只有当年 她被送到福利院的一个经过 但让人兴奋的是 档案里记载 莎莎曾经在青岛市 一家派出所还待过5天 那么派出所里 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线索呢 我会尽快的吧 找到当年 93年当年所在的 干工作的名角 和负责的领导 尽快的把这个事实上好了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不好 警察的回答 曾让莎莎充满了希望 可最后 派出所答复 由于时间久远 莎莎可能被遗弃的这件事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记载 派出所也曾经问过 当年的一些老民警 没有人有印象 寻亲就这样陷入了停滞 不过莎莎的寻亲 还是感动了整个青岛 许多市民和企业家 都来看望莎莎 寻亲的过程中 又有两对夫妇打来了电话 其中一对夫妇所说的 丢失的女儿 各项特征跟莎莎 全部吻合 甚至家门外的小和 也与莎莎记忆相同 那么奇迹能否发生呢 莎莎找爸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虽然寻亲还没有头绪 但是莎莎身边的朋友 包括当地媒体的记者 都在一块 给莎莎想办法分析线索 他们认为 如果莎莎的记忆准确的话 那么莎莎的家 应该是距离青岛不远的农村 因为莎莎记得自己家 是一进院 两扇门 这种建筑结构 恰恰是青岛当地农村 最典型的一种民居 并且他们认为 如果是农村人 抛弃孩子的话 不会走很远的路 所以莎莎的家 很有可能就在青岛周边 有了这样一个分析结果之后 青岛当地的媒体 联合了周边视线的 多家电台 电视台 对于莎莎寻亲的消息 进行了反复的播放 就在消息播出之后没多久 又有两条新的线索反映了上来 这两条线索能给我们带来惊奇吗 这两条线索来自同一个地方 山东省的五连县 五连离青岛不远 只有一百多公里 三月十二日 青岛当地的媒体和莎莎 来到了第一对夫妇的家 但很快他们就失望了 是那种种的那个凳似的那种 他说他那个是这么一长条 勒的那种长疤 对 但是我没有 他说看脸的这一部分 想 但是具体是不是他不清楚 据这对夫妇讲 他们的孩子左臂上有一个胎记 莎莎没有 莎莎一行 只得返回县城 等待跟第二对夫妇见面 中午第二对夫妇 让一位亲戚过来接莎莎 这位亲戚见到莎莎后 现在十分兴奋 据这位亲戚介绍 丢失孩子的是她的姐姐 孩子丢失的时间和年龄 跟莎莎当年都差不多 并且凭她的记忆 莎莎的神态和相貌 她姐姐的另一个孩子十分相像 在这位亲戚的引领下 在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 莎莎见到了这第二对夫妇 让人兴奋的是 这对夫妇老家的环境 竟然和莎莎的记忆 全部吻合 不过由于开发 这对夫妇口中所说的老家 现在已经被楼房所取代了 不复存在 不仅如此 莎莎记忆中 有一个比她大三四岁的姐姐 这对夫妇丢失的正是小女儿 她们同时还真有一个大女儿 大女儿就是她 年纪刚好比莎莎大三四岁 吻合的还不止这些 这对夫妇说 她们丢失的那个女儿的小腿 有些外翻 而莎莎的腿形似乎也一样 如果莎莎真的是他们的女儿 那么当年 她们为什么要将她抛弃呢 问题一出 疑点就来了 这对夫妇讲 他们的女儿不是被她们抛弃的 是被别人拐骗走的 这一点 跟莎莎的记忆就有差异了 但这对夫妇认为 莎莎被抛弃时 可能是太小 她的记忆也可能存在问题 这对夫妇认为 亲生的父亲 不可能将亲女儿抛弃在大街上 当初一气莎莎的那个人 可能并不是她的爸爸 或者就是当初拐骗走她女儿的那个人贩子 这些想法让莎莎对自己的记忆也产生了怀疑 莎莎承认自己儿时的记忆只是片段似的 她甚至记不起抛弃她的那个人的相貌 也确实无法认定那个人 就一定是她的亲生爸爸了 虽然这对夫妇坚信莎莎就是她们那个女儿 可还是没有过硬的证据 这对夫妇决定第二天去青岛 跟莎莎一起做亲子鉴定 从五连返回青岛的路上 莎莎还接到了这对夫妇 那个大女儿的一条短信 莎莎你好 休息了吗 我是孙燕姐 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明天也真的让我们期待 多么希望我们是团聚的一家人 等待了一夜 第二天 那对夫妇从五连赶到了青岛 跟莎莎一起做了亲子鉴定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 佟丽华 佟丽华您好 现在莎莎有这样一个担心 她就怀疑她的亲生父母 是不是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有所顾虑 因为在莎莎的记忆当中 她是三岁的时候 被她的父亲给扔在街上 就换句话讲 如果真的是父母故意 把莎莎遗弃的话 会不会构成法律上的遗弃罪 而这个罪名 是不是现在正是阻碍 莎莎的亲生父母 前来跟她相认的一个原因 首先我们说就是 如果确实是她父亲 父亲给她遗弃到另外一个城市 然后自己就跑了 这肯定是一个典型的遗弃罪 这一点没有什么说的 但是客观说在司法事件当中 遗弃犯罪要考虑一个情节 就是情节的恶劣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就是孩子也好 或者说从被害人 或者说其他人这种报案来说也好 有没有人去追究 这是一个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 过了这个法律的追溯时效 就实际上事情发生已经超过20年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一期的犯罪 最高徒刑实际上是5年 一期犯罪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也就是5年 那么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 最高5年的话 这个法律的追溯期 也就是10年 也就是最多超过10年 也就不会再追究她的行事责任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莎莎父母看到这期节目 完全没有必要来担忧自己的行事问题 或者是受到追究的问题 应该勇于站出来 实际上莎莎这个孩子 现在来看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孩子 包括她的养母 如果她的父母看到这期节目 我们说她的良心 应该受到很大的震撼 你把自己的孩子都给遗弃了 扔了20多年以后 孩子还能来找你 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心 基本的人性是要有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她的父母看到这期节目 我们呼吁她勇敢地站出来 为自己过去的这样一种 叫什么呀 荒谬的行为 不负责任的行为 要来担负责任 要来面对这个孩子 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 没有给孩子这种爱 今天应当有勇气站出来 来忏悔 来补偿 亲子鉴定结论 还得等待 养母说 如果结论是否定的 莎莎没能找到爸爸 她将来会拿莎莎小时候的照片 去青岛附近的农村 一家一家地求问 去打听 她不相信找不到 想知道我叫什么名 哪年出生 出生在哪 然后拍个全家福 以后过年的时候 或者是平常日都可以联系 但是我还是会回来 和我现在的妈妈生活在一块 节目播出前 亲子鉴定结论出来了 莎莎和两对夫妇 都没有学院关系 莎莎找爸爸 还在继续 您知道家里的香辛料 还能这么用吗 啊不